嗨大家好久不見 這是我前兩天收到的一個禮物 我的生日禮物 我今天做一個開箱 還是挺意外的 採開看一下 有一張愛馬仕的名片 是一條絲巾 今天天氣特別好 我看著陽台的窗戶 外面有汽車的聲音 稍微有點吵 不錯挺好看的 很大方 非常喜歡 樓下有個小花園 有個小孩在哭 這個絲巾呢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 他叫名人的電梯 據說當年 肯尼迪總統去愛馬仕店參觀的時候 被卡在電梯裡了 所以呢 哦 是尼克松總統 哇 很好看 很大方 我很喜歡 哇 為了紀念這位被困在電梯裡的總統 愛馬仕設計了這款 名為名人電梯的絲巾 剛好入秋了 天氣逐漸冷了 這個絲巾非常合適 太棒了 太漂亮了 這也是我第一個 愛馬仕的 一個絲巾 謝謝 謝謝禮物 哇 好漂亮 很漂亮 很喜歡 它是寶藍色和金色中間 這有兩個大H的logo 這個雙H的四周呢 環繞著古代馬龍頭的各式馬爵 哎 我不知道這個字我讀對了沒 這個絲巾是90乘90的 也是愛馬仕絲巾裡最熱賣的一個尺寸 70乘70也比較好用 現在再看一下盒子裡邊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下面 是包裝袋 這是發票 中間還印著愛馬仕的一個 蘿蔔狗 金色的 這個是一個推換貨的說明書 就這些東西 把說明書再放進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用哪個方式 那個最好看 果然我還是喜歡這種絲巾幾發 這個絲巾呢 是在日本的愛馬仕的官網下的單 海外下的單 然後呢 發貨呢 它也是從銀座 它是從銀座發過來的 但是呢 它又發到了 乙田機場 從乙田機場轉過來 不知道它的這個整個運輸是什麼情況 好看吧 好了 拜拜